伊朗亲密派总统上台,直接狮死大开口,找中国要4000亿美元 这是要和中国彻底闹掰,反水到美国阵营吗?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在伊朗前总统莱西遭到暗杀之后,伊朗政府终于又选出来了一个新总统 只不过这次上台的总统和之前的总统都不一样 属于是伊朗国内的亲密派 佩泽西遭阳是伊朗国内改革派的一员 所谓改革派指的是改变当前伊朗和美国对抗的现状 通过向美国示好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加入美国的经济体制 从而换取美国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这个总统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中国进行抗议 抗议的主要事情有两个 第一件事是关于波斯湾三群岛,也就是大小臀部群岛,阿部群岛的主权问题 伊朗和阿联酋在这里有着严重的领土主权纠纷 中国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同时支持双方恢复领土主权的努力 同时希望双方可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说白了就是中国的老规矩 前段时间阿联酋访问中国,中国刚好提了这个事情 这就让伊朗非常的不满了 其次就是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一项长达25年的经济合作协议 即中国在25年内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 换取这25年里伊朗出售给中国廉价石油 现在伊朗要求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兑现这4000亿 否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对伊朗进行诈骗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担心 不是说中俄以铁三角 为什么伊朗现在反水了 但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点也不担心 原因很简单 因为伊朗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很特殊的 总统这个职位并非国家最高领导人 只能算是伊朗最高的行政部门领导人 真正要看的还得是伊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态度 和其他国家不同 伊朗是双轨制 军事和计划经济是一条轨道 政治和开放经济是另一条轨道 伊朗这套特殊的政治体制 是从美国开启对伊朗的全方位制裁之后执行的 设计这样一个制度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统一伊朗内部意见 反抗外敌 传统的总统选举制度总会有各种意外 比如选举过程中的盘外彰啊 或者是民众被美国舆论欺骗 选择让美国带人上台等等 所以伊朗才会采取这种极为特殊的生贵制度 军事一条线 政治一条线 且军事线在一定程度上是高于政治线的态度的 只要军事这条线的领袖不出问题 就算伊朗政府领袖换成亲美派 也没有办法直接扭转伊朗的外交方向 除非他们可以说服军事线的领袖 那至于为什么是说服 因为枪杆子在军事线的革命卫队手里 打不过啊 当前哈梅内伊作为伊朗革命卫队的领袖 和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虽然对这次选举的结果采取了默认态度 但仍旧对佩泽西齐阳进行了敲打 基本内容就是 想要尝试转换外交方向可以 但有两个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 不能和以色列妥协 伊朗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中东领袖 对以色列妥协属于是国家级别的政治污点 不能碰 其次就是不能动来西时期定下来的条款 至少不能由伊朗单方面毁约 从而保证伊朗的外交信誉 恐怕这也是本次伊朗总统外交施压 逼迫中国给4000亿美元的原因 而自己由于哈梅内伊的压力不能毁约 所以就想逼迫中国毁约 伊朗军事派之所以能压制住政治派 手里握着枪杆子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更有钱 由于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 导致伊朗国内无法进行 以民间和私营资本为主的经济活动 开放经济半死不死 甚至可以说之所以他们还没死透 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加入对他们的制裁 但是美国的经济封锁影响不到军事线 军事线依赖的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军工企业 这些企业并不过度依靠对外贸易和海外市场需求 可以为伊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经济支撑 同时伊朗的学校医疗消防警察等公共服务业支出 也都是从军事派手里拿枪搞起来的 所以说伊朗的革命卫队同时掌握了伊朗的钱袋子和枪杆子 现在他们愿意默认佩泽西西洋的政策 只不过是为了让伊朗不会分裂而已 阿梅内衣恐怕也存着趁着自己还活着影响力还在 让伊朗政府派的人试一试和美国和解 然后让他们看看美国的真面目的想法在里面 要不然这些人也不会死心 就是现在不搞事 等他死了以后肯定也会搞事 总之看伊朗政治光看总统大选不行 革命卫队才是伊朗政治的根基所在